台北通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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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有些聲音隱瞞著 沒有辦法找到他 適合他的工作 因為畢竟 是在我們找客服這番工作 其實他的機率是 客補工作其實大部分 因為現在市長大部分就是做按摩在這時客補 那客補工作其實現在也不錯 會用一些市長的其實 客補人員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這些人不僅為生活奮鬥 面對難題更是以笑容面對 可以征婚嗎? 我選擇客補工作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跟客補工作 客補就是跟人家互動 還喜歡跟人家聊天 然後所以我就很喜歡 所有的工作大部分都會找客補工作 然後現在這份工作是因為剛好我喜歡電信業 所以我都有找這個工作 而且他又是銷售的工作 所以我對銷售那方面也蠻有興趣的 工作上遇到不順心的事情 我們就會可能休息一天就跟他們互相 就跟自己同事就互相抱怨一下 然後他們也會互相給你安慰 就說好啊 沒關係 下一個位就好 就是講出來啊 其實講出來就是發現 然後同學也會給你一些意見 如果用起來也是很高興的話 我們就很有成就感 就是我覺得下面做了一些最大的招丟 就是幫客戶 就是客戶根本申辦之後 然後用起來蠻高興的這樣 就是開頭的時候啊 就是不要讓客戶覺得很騙跑 開頭的話的話親切一點 因為我們是主動外縫嘛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的開場 就是可能要讓客戶有吸引 就是可以跟認識的在一起工作還不錯 就是可以跟認識的在一起工作還不錯 我覺得我們工作啊 大家都是身上的 所以說蠻關鍵的 病以前已經好處 已經比較好 工作機會變比較多 其實我那時候都找很多給你工作啊 然後 然後 他會一開始問你什麼聲音 他說市長好像不一樣啊 那客戶大部分 比較不會用市長 除非是打電話 但是有些 環境他們沒有辦法支援你的 就是有一些有另外的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批評 因為他沒有辦法 可能電腦沒有辦法支援那些 所以就照著我們 就是在這上面 就是 到工作上才可以 我希望可以 就是繼續的 就是在這份工作 繼續做下去 然後可以存點錢 然後 以後可以養好 那我做過那麼多工作中間 我覺得我們這個 這個 team 這個團隊感情 這是最好的 大家都很真 對 然後其實 身心傷害者是聊得以後 就 我們像我們這樣 這樣 我們難得遇到這樣 這種時 其實真的 我們要好好地珍惜 記者 董亮宇 採訪報導 沒有啦 第一身高158 從18到80接客 女生就疼一點